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昨晚很多香港人都睡不著 因為要追看有關美國政府制裁11名中港官員的消息 美國方面沒有說明 這一張名單已經是終極名單 所以不能排除 在遲些時間 會有其他人都被列入制裁名單當中 官府首批被列入制裁名單的11人中 究竟有哪一個人會首先受到波及呢? 有哪一個人的影響會最大呢? 看牌面來算 其實很多的報紙都有燈 這個人相信會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首先看看 其實美國財政部 在昨晚公布有關於制裁中港官員那篇新聞稿裏面 除了列舉了 美國政府指控這11人的罪狀以外 在最後那段 就說明了制裁涵義 和制裁範圍 到底制裁什麼呢? 除了說是個人名下的財產以外 原來 被制裁人士 無論是直接或者間接持有 百分之五十或以上權益的財產 都是包含在制裁範圍裏面 而根據港交所的資料顯示 安樂工程在今年五月發布的最新年報 指出 說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和她老公潘樂圖 持有了安樂工程 63.48%的股份 是大股東 故此根據多家媒體的說法 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安樂工程 是有機會受到波及的 而看回那個年報顯示 原來 這家公司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就完成收購了 一家位於美國紐約市的升降機公司 的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作價是大約2.78億元 由於安樂工程 就是這家升降機公司的控股股東 在制裁令之下 就或者會令到這家升降機公司 沒辦法接到任何美國的生意 其實這種說法 從何說起 我們就要看看 美國財政部 其實就是將那十一名中港官員 列入了財政部核下的 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 那張SDN名單 SDN 即是 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即是特別指定的國民 列入了這張名單 有什麼價勢堂 無論是個人 團體 或者企業 列入了這張SDN名單 他們在美國的資產就會遭到凍結 而且 禁止所有的美國人 這裏所說的美國人 包括了個人 企業 團體 等等 總之什麼都是 禁止和他們有所往來 即是生意都不准做 若然是繼續和這些被制裁人士有所接觸的話 這些美國的個人 或者是企業等等 就是會同樣遭受到美國政府的制裁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本地媒體都說鄭若驊有可能是首當其衝 當然 最終 怎樣來操作 那個決定權就掌握在美國財政部手上 最壞最差的情況就是有可能打水票 就是會遭到凍結 當然這個是最壞最差的情況 實際情況會是怎樣 就要由美國財政部進一步來展述才知道 去年11月的時候 鄭若驊去了倫敦那處 又說弄傷了手 最初還說到需要一年時間休養 如果他真的成功拿到假 還在倫敦休養的話 即是到現在這一刻他還在放假 就可以完全避過所有涉及港區國安法的東西 但是當然事與願為 他後來就是 被運送去北京那處 然後得到國家的照顧之後 幾天之後就回到香港 好了 我們又看看 美國財政部那篇新聞稿裡面 到底 美國政府指控他的所謂罪狀是什麼呢 那段文字是這樣寫的 就說 鄭若驊身為律政司司長 曾經表示過 他的主要職責是維護國家安全 他就被指定負責和參與制定 採納和執行港區國安法 所以你看到 他那個被美國政府指控的罪狀 就是跟去年發生的事情 是沒有關係 沒有說的 主要就是針對關於港區國安法的問題 若然他真的成功拿到假的話 有可能是避過了這個制裁也不定 當然歷史就沒有如果 現在他也是無法選擇 不能回頭了 列入了首批的制裁名單當中 當然 另一個 很多香港市民關注的就是 到底林鄭又怎樣呢 因為他曾經說過 說不向往美國的生活 亦都在美國沒有資產 故此對於美國的所謂制裁就是 一笑致之 以及是痴之以鼻 喂 那你現在當然是痴之以鼻 你沒有問過鄭若驊怎麼想 更何況就是 其實他的說法就是迴避了 有關於被列入SDN名單的影響 因為他被列入了SDN名單之後 沒有一家美國企業 就肯向他提供任何服務 因為若然繼續向他提供服務的話 那家美國企業本身也會面臨美國財政部的制裁 好了 於是乎就引伸了網上邊有些網民的質疑 就是說 林鄭的Facebook 分分鐘都要接收了 為什麼呢 因為Facebook就是一家美國企業 當然也是那句 究竟 美國財政部 會將制裁執行到哪種層次呢 就是他來決定的 外交也很難判斷得到 如果美國真的將制裁執行到最嚴苛最嚴格的程度 當然 Facebook 帳號也可能會被接收了 又或者遲些出新iPhone他也沒有份買 因為那個Apple也是美國企業 不過這個對林鄭的影響較小 因為就算他現在也不會出街買東西 他有客人幫他買 就算卸任以後 還有一個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給他 反而另外那10個人就比較窄 因為如果那10個人要自己去下手下腳自己買東西 他一定是會影響最大的 感受最深的 另外關於他的兒子的問題 很多市民都關心 會不會他的家人都受到牽連呢 尤其是他的兒子林約希 現在就在美國哈佛大學 讀數學博士的學位 至於他的兒子林哲斯 就在愛爾蘭的都柏林大學那裡 讀希臘哲學碩士的學位 可能林約希也會受到影響不一定 當然又是要看看到底美國 會是怎樣來執行 因為這個赤道是美國掌握的 好 接著我們就再看看 到底大陸方面有什麼回應 當然官方就沒有那麼早發表聲明 但是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昨晚在微博那裡寫了一條貼文 他就似乎隱隱然透露出 喂 中國在這方面 可能有些無計可思 到底他是怎樣說的呢 他就說 美國對於內地官員的所有制裁 都認同放空炮 嘩 到底是美國放空炮 還是老虎撒謊 你老虎你怎麼知道 所有內地官員在美國都沒有任何的資產 若然是有的時候 而美國又對這些人實施制裁 起碼會凍結了他的財產 對不對 那怎麼會是放空炮呢 怎麼會是沒有影響呢 奇怪他的邏輯 接著他還說 總的來說 港府的高官已經知道了來自美國方向的風險 不會被美國的制裁把自己打痛 那你先問問鄭若驊 問問林鄭 另外他還說到一件事 特朗普執政團隊的對華政治激進思維 被他們競選的不利形勢就逼得沸騰 競選表演和敵視情緒混合起爆炸 世界上哪有見過這麼無厘頭的大國博弈 你說無厘頭 人家的民望事實上是在飆升 有實際數據證明 那這個算不算無厘頭呢 反而你老虎經常提到那些什麼底氣論 意志論 這些沒辦法量化出來 到底誰比誰更加無厘頭呢 真是 好啦 接著那一段就是重點 他說 中國該反制的時候 就必須反制 但是看來的確都不能夠每一次 都一來一去陪華盛頓玩的 因為對方明顯就在那裏發瘋 即是發瘋 他說中方總不能夠跟他們一起瘋 但是哪一部該對等反制 哪一部是要滅視 或者是不理他 這個都需要自衛 這樣就真是搞事了 這次不是不反制 大家記得上次 第一趟 美國對於新疆四個官員 進行制裁 其中一個就是 陳全國 當時大陸很快有反應 就是反制裁四個美國官員和議員 參議員有兩個 一個就是 Marco Rubio 努比奧 一個就是 Ted Cruz 克魯茲 還有一個參議員就是 Chris Smith 這個史密夫 這三個都是共和黨員 還有一個就是國務院的官員 當時是對等的 美國制裁四個 中國制裁他四個 當時這三名的議員都走過出來說話 就算被中國制裁也好 因為他們又不會去中國 而且在中國又沒有資產 所以對他們又沒有影響 好了 來到這一刻 美國就制裁了11個中港官員 老虎你現在說 不要陪這個美國瘋了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不要學上次 對美國的官員 或者議員做反制裁 即是怎樣 你起碼要禁止他用微信支付寶 又或者禁止他使用人民幣 禁止他喝喜茶 禁止他吃海底撈 這樣 這些都算是制裁的 這些可能別人會覺得是大損失 你老虎自己說到了 說特朗普在搞競選表演 沒理由喝他沒有 說不通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